一直以来 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 与世界军事领域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为应对安全威胁 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重视军事技术的竞争优势 大力加强前瞻性 先导性 探索性的技术研究 提高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 智能化 隐身化 无人化 高速化水平 作战能力持续增长 武器装备加速更新换代 成为各国军事力量比拼的重要赛道 三代阶时代 美苏空军战斗机讲究轻重搭配 经典例子如苏27和米格29和F15 F16 这两对轻重组合 苏27和F15是重型双发机 性能好但成本高 量产相对有限 而米格29和F16是轻型机 性能有限但由于成本较低 可以大批量的生产 这样就快速实现了三代机大机群化 确保质量数量双游 进入五代机时代后 美国空军在列装187架F22战斗机之后 又开始列装成本相对较低的F35A闪电二单发机 在全球范围内 率先实现了五代机的轻重搭配 这表明五代机时代 轻重搭配依然是大国空军 确保空中优势的重要策略 实际上米格飞机公司早就在开展米格29后继机型的相关研究了 只不过在五代机的竞争中 俄罗斯国防部最终选择了苏霍仪设计局的苏-57 米格飞机公司的方案由于缺乏资金而限述了停车状态 但这并不代表着俄罗斯国防部完全放弃了米格飞机公司的轻型五代机 2019年底 米格飞机公司获得了第五代轻型多功能双发战斗机的合同 开始开展空气动力学计算研究 首架原型机计划于2025年前首飞 服役之后将作为苏-57战斗机的补充机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姗姗来持的米格新机 LMFS轻型隐身战斗机 此前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 一直没能推进轻型多功能前线双发战斗机 LMFS项目的主要原因是缺少资金 联合航空制造集团是希望米格飞机公司 能够通过米格35战斗机的外销 获得此项目的研发资金 然而实际情况是 米格35外销情况并不理想 似乎不足以为重启LMFS项目积累足够的资金 但随着苏-57的服役 俄罗斯空天军迫切需要一型隐身战斗机来辅助苏-57 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内部合并改组深入推进 将苏-57和米格公司在战斗机介入领域统一 因此米格飞机公司的LMFS项目研发 将可以共享苏-57的许多技术 如隐身气动外形、内置弹舱、融合式传感器 及蒙皮材料等等 这也就意味着米格LMFS的研发成本将会大幅降低 已经到了可以重启的时机了 在隐身性能饱受吐槽的苏-57之后 米格的方案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目前已有米格飞机公司LMFS方案模型 在风洞中测试的多张照片在网上流传 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该机采用了一种与四代机不同的独特启动布局 除了第五代机标配的外倾双锤尾之外 从两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可以看出 该机的水平尾翼 可能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可变下反角的结构 在正常角度下 平尾下反角与F16近似 在大幅下偏的情况下 平尾几乎成一对腹齐 一般来说 腹齐除了可以辅助平尾维持方向稳定性之外 还能在大影角状态下避开机翼团流的影响 为飞机提供足够的方向安定性 增加大影角状态下的控制能力 因为此时由于受到机翼的遮挡 传统垂尾的作用会大大的下降 除了增强稳定性的作用之外 这种类似于腹齐的平尾设计 还十分有利于战机的侧向隐身 不过作为代价 其平尾偏转到某些角度时 可能会造成战机在某一方向上的 雷达散射截面瞬间增大 这对其隐身性又是一种破坏 不过 这种取舍 其实非常适合俄罗斯的国情 后者主要的假想作战方向 是传感器密度极大 威胁来自于各个方向的欧洲战场 在这种作战环境下 通过牺牲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的隐身性能 来换取更好的全项隐身能力 是非常明智的 另一方面 米格 LMFS在设计上 仍然采用了俄制三代机上 普遍用的宽间距双发布局 同时还采用了独特的基附进气道 间距也没有显著大于发动机间距 这也就意味着 LMFS难以像F22 F35那样 在飞机内部布置斜向上拐的 S型进气道 唯一可能采用的 就是类似YF23的利用进气道 与发动机之间高低差布置的 纵向S型进气道 搭配宽间距双发的纵向S型进气道 在实际效果上 很可能也不如搭配紧密 并排双发的斜向S型进气道 YF23尽管以极端重视隐身性能著称 但在某个角度 仍然可以直视发动机叶片 并未能做到对发动机叶片的完全遮挡 唯一成功的例子是B2隐形轰炸机 不但立于巨大的机内空间 布置了一个完美的S型进气道 还将尾喷管也做成了S型 采用直通进气道的苏武器战斗机 虽然号称在换装产品30发动机后 便可以解决发动机叶片的隐身问题 但从美国采用的类似措施来看 可能就是在产品30发动机本体前方 加装了自带的雷达屏障 实现最起码的遮蔽 但效果依然不如S型进气道 进气效率也会大受影响 抵消一部分发动机的推力 目前采用雷达屏障最成功的例子 便是已推移的F117夜音 在进气道入口 安装了一层致密的雷达屏障 以最大程度牺牲发动机性能为代价 换来最好的隐身效果 由于采用机腹进气道设计 LMFS不仅在进气道的隐身处理上 会对米格设计人员的功力造成很大考验 而且也难以在机腹不知大尺寸的机腹弹仓 很可能会像苏武器一样 采用细长的主弹仓设计 但由于米格LMFS先天尺寸的局限 该机的机腹弹仓 可能会创下五代机中最迷你的记录 甚至难以与缩小的弹仓 为生力风扇上路的F35B相比 这也意味着 很可能也没有侧弹仓的米格LMFS 在隐身状态下 可以装载的武器数量会相当有限 在执行任务的灵活性上会受到限制 LMFS使用了米格1.44部分技术 进气口的前缘到主翼部分 后裂角17度 主翼前缘后裂角42度 尾翼外倾17度 整机复合材料使用量接近50% 结构重量占空重20%到40% 前起落架为双轮式 没有采用无框驾驶舱盖 驾驶舱配数字多功能显示器 飞行员亦配有头盔显示器 可以转头瞄准目标 目镜上也会显示飞行信息 弹射座椅为红星K36D5型 弹射前后可以计算飞行状态 调整姿态 提高飞行员生存率 机载雷达是AESA 后部连接有液压杆 可以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转动 减小盲区 雷达具备低可探测模式 最大对空追踪距离200到250千米 可追踪10个目标 共攻击其中8个 对巡航导弹追踪距离170千米 对地面目标追踪距离90千米 机载武器为RVVSA和R-273空空导弹 一门30毫米GSH-301航炮 腋下还有4个外挂点 根据目前的设想 LMFS战斗机将装备一对 由克里莫夫公司生产的 VK10M加6涡轮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是基于米格29系列RD-33发动机的升级版 每台的推力约有10吨 飞行速度能够达到1.8马赫至2.0马赫 搭载外挂附油箱时 最大航程约为4000公里 可以说在隐身战斗机设计上 俄罗斯至今没能推出一个 以他国眼光来看比较靠谱的方案 在冷战时代 米格设计局作为苏联战斗机最大的制造商 同时凭借在苏联高层获得的政治支持 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也有着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罕见的创造力 经历了二战战火魔力的米格 在上世纪50年代 就以一架横空出世的米格15 给西方空军以强烈的震撼 同时在米格25的研制过程中 米格也采用了与苏联实际工业水平相当的总体方案 并没有盲目采用类似黑鸟那种 建立在烧钱基础上的设计 米格25曾一度以其首创的双锤尾 与中等展显比 中等后裂角机翼的设计 令西方世界相信 这是一架能够飞到三马赫的同时 依然有着优越机动性能的战斗机 而在苏联对第四代机的最初尝试中 米格为MFI项目推出的米格1.44 也同样采用了极具创新性的 双发双锤尾压式启动布局 基于米格1.44设计的 单发版米格1.42 也足以被称为是F35出现之前 最强的单发战机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 生意长期不景气的米格 再也难以重现往日的辉煌 只能依靠对米格29 进行各种小修小改勉强度日 在俄罗斯整体经济实力 神无望恢复的情况下 最新版LMFS轻型隐身战斗机 能否实现米格重振雄风的梦想 尤为可知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 又能浏览网节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